我們又去到現場的報導 現在晚上發完槍擊案之後 傳媒全部都還沒離開 全部傳媒都在現場準備再拿資料 但是那個兇手都死了 聞不到什麼 只剩下一些鑑證科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拿到什麼資料 現在一些無線 不知什麼的電台 就全部佈置了 全部傳媒的車 都是放在現場的 現在我們走過去 邵氏的單位 看看樓下的情形 有沒有差人在看守著 也有幾多的 也有幾多人在看傳媒 傳媒在等 大波等齊 不知等什麼 這些有些儀器 就是轉播用的 那些傳媒有在 其實他們進不去 拍一部警車 以防萬日 不知是否擔心兇 有些老契 回來復仇 這樣 現場就是這樣 裡面 大門裡面還有一個警察 還是保安 這樣動在這裡 限集運燈 就不准上來 始終那個兇手背景 就非常之神秘 而大家都不知道 他有沒有一些同黨 也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殺了那個人 那些街坊出入 都比平時少了很多 那你看到 無線的訪問咪 也都是現場 很多人都在這裡 準備在這裡看 也有些情侶在這裡 指指點點 這樣 我們再拍一拍鏡頭 看看上面 那個單位是誰 看看幹什麼 現在上面 拍上去 大致上是平靜的 香港很少發生槍擊案 因為外國就有多槍 香港沒有槍系管仔 於是乎 送外賣上去嗎 不是 是嗎 是啊 今天聽不聽有槍聲的 我聽到有聲 但真的想不到是槍聲 是嗎 什麼時候聽到 昨晚已經聽到 我們網上的節目 而已 昨晚已經聽到嗎 昨晚已經聽到嗎 大聲嗎 一般的零零白蘭 都不時都有 因為你這陣子裝修 你有沒有拍我 我沒有拍你 我沒有拍到的 我和你聊天 因為你這陣子都有人裝修 有零零白蘭 也沒有為意 那下午呢 下午也有聽到 下午也有聽到 好 麻煩你 現在這部警車就拍了在現場 剛才送外賣的 昨天也聽到槍聲 其他附近的市民 現在都在這裏 議論紛紛 這件事 警車裏面 拍了一部警車 但沒有警察 有線電視也在前面的位置 準備接受訪問 但新聞之花的那些女孩 全部都走光了 因為晚上 沒辦法 可能是陪男朋友 那些壞事 好 好了 現場的報道 暫時那段落 多謝大家收看 極度深寒 現場報道